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药物对科能疾病治疗是有效的 其次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抗生素 那么比如说假药素 这个药物对我们科能疾病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环节作用 但其次呢 我们会选择这个激素类药物 当我们常规医药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接触激素类药物治疗的 其次呢 目前呢 随着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呢 一些这个免疫之际的治疗 也可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药效 其次呢 当这些药物都效果不好的时候呢 目前来说 我们公认的比较好的一个治疗药物呢 就是指生物医治疾 就是包括这个因福利西丹康 这些呢 都是我们目前西医治疗 这个科伦疾病的一个常规治疗方案 其次在这个方案呢 中医治疗对科伦疾病呢 有一定的疗效 那么首先呢 我们中医呢 可以通过辩证论治 口服药 中药 改变的人的体质 从而呢 增强起的抗病能力 其次呢 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惯常 对这个 尤其是直肠 或乙胀结肠的科伦疾病的病变呢 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上面有酷性在经济的病变 我也有原因 是不是在这间医治疗